在参观泰坦尼克号沉船的潜艇泰坦号失踪之后 搜救人员在大西洋相关海域听到了可能意味着舱内人员生命迹象的声音 6月21日 一份美国政府文件显示 搜救团队记录到每30分钟发出的某种敲击声 人们之后增加部署了声纳仪器 还能够听到敲击声 这是一场和时间之间的赛跑 因为潜艇内所剩的氧气不多了 美国海岸警卫队透露 目前有8艘船只正在前去增援的途中 包括加拿大海岸警卫队的4艘舰船 法国考察船亚特兰大号 以及加拿大的皇家海军格雷斯湾号 后者带有专门用于治疗减压症的高压养舱和医疗人员 发生事故的潜水员在被救上来之后 都必须尽快进入一个高压养舱 以避免发生减压症 这次失联潜艇上的5人分别是法国探险家纳戈来 英国富豪冒险家哈丁 巴基斯坦裔企业家达伍德和他19岁的儿子苏莱曼 以及船长运营公司海洋之门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拉什 美国贸易联邦委员会FTC 6月21日表示 已经向西雅图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指控亚马逊故意欺骗数百万消费者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亚马逊Prime服务 并故意使其难以取消 FTC称亚马逊使用操纵性 强制性或欺骗性的用户界面设计 即所谓的黑暗模式 又使消费者自动续定Prime会员 FTC表示亚马逊的策略违反了2010年通过的 旨在保护网购者的消费者保护法 FTC主席丽纳克汉在一份声明中说 亚马逊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 诱骗用户反复订阅 不仅让用户感到沮丧 还让他们损失大量金钱 这是FTC在过去一个月中 对亚马逊提起的第三期诉讼 该公司同意支付3,080万美元和解 其未能删除旗下Alexa扬声器收集的儿童数据 以及其Rain门铃和摄像头 非法监视用户的指控 亚马逊否认FTC的指控 但同意通过和解来解决诉讼 6月份以来 中国证券业协会打击非法证券活动栏目 列出了42项投资者风险提示 被不法分子仿冒的券商涉及20余家 中国方正证券 光大证券 联储证券等券商 纷纷发布风险提示公告 曝光不法分子的行骗手段 提醒投资者注意自身财产安全 有券商发现有不法分子利用AI合成技术 假冒金融机构工作人员骗取投资者钱财 比如不法分子会通过QQ聊天工具邀请投资者加入群 以轻松买入掌停板名义引诱投资者下载群里分享的假冒软件进行交易 也会冒充证券工作人员添加投资者微信 并以交易速度快为由向投资者发送链接 诱骗其下载非法交易软件 欺骗投资者将资金转到指定账户中 致使投资者遭受资金损失 还有不法分子冒充证券员工 思客公章开展业务证券 还有不法分子冒充证券员工 思客公章开展非法证券业务 而证券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 因其知名度和曝光度也时常被不法分子盯上 他们利用AI合成技术假冒金融机构工作人员 获取投资者信任 骗取投资者钱财 此外还有人伪造监管处罚 因此投资者应不断增强风险防范意识 提高警惕 提升对非法证券活动的辨别能力 保护自身财产安全 具体ered 分子